卡塞塔地区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卡帕尼亚大区 该大区农业年产值在40亿欧元左右 是意大利农业的主产区之一 然而据不完全统计 在近20年里 当地的农业企业数量减少了约一半 欧盟的农业政策和成本上涨 让人们面临困境 而提及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农业补贴 近20年来 欧盟的农业补贴越来越集中到大型农业企业手中 近期欧盟绿色新政中的环保要求 更是让中小农户获得补贴难上加难 阿德里亚诺在卡塞塔经营着一家 拥有数百头水牛的养牛厂 按照欧盟绿色新政 牛粪会造成环境污染 因此它将无法获得相关的农业补贴 对此它表示了强烈不满 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两年里 一方面大量的乌克兰农产品涌入欧盟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 欧盟各国减少包括农业在内的 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 意大利政府从2024财年开始 征收农民所得税的决定 就是农民抗议的原因之一 卡塞塔市农业经营者工会主席法布里斯表示 乌克兰农产品的涌入 进一步恶化了农产品市场环境 在这种形象中在包含尼克兰克兰筑 在中间的电商量预测 以澳洲地元局勢持续紧张以及经济增长法力 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困境 现在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 农民的抗议依旧持续不断 而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也依旧没有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总团记者 意大利卡塞塔报道